白鹿台风虽然只是青台 但是带来的风雨却不容小气 强烈的风雨造成了台东县 延平乡有多处的道路摊坊 树木倾倒 乡长也进行了公所总动员 展开了灾后处理的工作 国军空军第七飞行训练连队基地 也派遣了40名的国军弟兄 和延平乡公所合作 协助民众在星期一上班日之前 能够恢复家园 40位的国军弟兄 协助延平乡公所进行灾后复原工作 居民同心期盼赶紧将环境整理好 让乡民明天可以安全的上班 青海白鹿台风扫过南台湾 为台东山区带来大量的降雨 台东延平乡就发生多处土石崩塌 以及路数被强风吹到蓝腰折断的现象 乡公所立即进行总动员 进行状况的排除 而国军弟兄也投入了这次的整理工作 空军第七飞行训练连队基地 也派遣了40名的国军弟兄 协助乡公所进行灾后的复原工作 相信有乡公所以及国军弟兄的投入 发挥军民同心的力量 一定能将被台风试虐后的环境整理干净 让明天要上班上课的乡民 可以平安出门 安全返家 记者陈建林 严平相报导